再来看一下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关于这个颜色的表示方法是吧 现在才是颜色的表示方法 那么刚刚我们一直在用的颜色表示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种吧 颜色名表示法是吧 那么这个颜色名表示法的话 你得记得这个名字的单词是这样的 你不记得你又写不出来 是这样的 比如说红色是red的 金色是gold 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我们还有第二种表示方法是什么呢 RGB表示法是吧 RGB表示法的话和我的这个第三种16镜子表示法的话 都属于什么呢 三元色表示法是吧 大家有没有听过颜色的三元色定理啊 三元色定理的话 比如说这个RGB就表示什么呢 红什么绿蓝是不是这样的 红绿蓝的话 那么他们是三元色是吧 那么这三种颜色通过组合的话 可以组合成很多种颜色是吧 那么大概是多少种颜色呢 那么每一种颜色是 每一种颜色是0到255 是吧 每一种颜色是0到255种 是吧 0到255级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0就是表示这个颜色什么 没有是吧 那么这个颜色我们这里的RGB是表示 实际上是表示光 大家这么理解啊 RGB就是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光 0的话就表示这个光没有 255的话就是表示最强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光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255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最强的红色的光 懂得没有 那么的话 0就是没有 25就是最强的 0到255的话 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256种是吧 每个光有256种级别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每个光的就是256种级别的话 三种级别的话 那么相当于是256乘以256再乘以256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这么多种颜色啊 是吧 256乘256乘256 有这么多种颜色 大家可以算一下 大概有多少种 是吧 256 256的三次方 是不是啊 大概是这么多种颜色啊 那么这么就表示的话 用RGB这种表示啊 那么看一下这个RGB的 这个什么呢 25500就表示什么呢 红色是最强的吗 这个绿色也没有 这个蓝色也没有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就表示什么 红吧 最强的红 是不是这样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颜色是吧 颜色表示啊 这个 这个 颜色 好 比如说这里什么呢 来一个DIV 是吧 DIV 比如说这是一个DIV 啊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 Red 这个是用名称设置是吧 那么的话也可以用什么呢 刚刚我们的第二种什么呢 RGB吧 RGB啊 RGB的话那么里面写三个这个颜色的这个数值啊 数值的话是从零到255是吧 比如说我写我写二五五五这个是表示这个红是最强的红是吧 好 那么的话其他的都是零是吧 那么绿色是零 那么蓝色也是零是吧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红色是吧 红色啊 来看一下是吧 来看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是 这就是红色吧 是吧 红的这个文字吧 是这样的啊 好 假如说我想什么呢 这个给零啊 这个给零 这个给255就是什么 就是绿色吧 啊 这个就是绿色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就是绿色 是这样的啊 那么一样的 如果是这个给零 这个给我255就是什么呢 就是蓝色吧 是吧 255 好 蓝色啊 这是蓝色啊 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三个都给255是多少 大家记得光啊 光 三个最强的光打在一起是什么颜色啊 白色啊 大家记得这是白色啊 白色啊 这个就是白色就看不到了 它是白的 看到没有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白的 大家记得啊 是白色啊 三个最强的光打在一起 怎么可能是黑的呢 是吧 黑的是什么 黑的是什么 都是零吧 都是零就是黑的啊 都没有光嘛 红光没有 绿光也没有 蓝光也没有 这个时候才怎么样 这个时候才是什么 黑色吧 没有光嘛 没有光就是黑的啊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黑的啊 这个意思啊 这是关于这个RGB啊 好 那么这种表示颜色的方法呢 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 跟它是类似的 是什么呢 这是第三种方式 是什么呢 十六进制表示法啊 十六进制表示法的话 它实际上是这三个 两两一个值 这两个值的话 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表示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红色 是表示锦号 FF啊 FF实际上就是 十六进制的 是吧 十六进制的表示法 那么十六进制的 FF转化成什么 二进制的 或者十进制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255 明白没有 啊 FF 十六进制的FF 转化成十进制的话 就是255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红色啊 这种红色也可以 啊 这是个黑的 是吧 黑的啊 好 那么我就用这个 十六进制表示法 是吧 color color的话 比如说是 那么用十六进制的话 是怎么写的 这个先写一个锦号 是吧 后面写什么 也是写三个数值 只不过这三个数值是怎么样 用十六进制的表示方法 是吧 比如十六进制的什么 比如说我们表示 十进制的255 那么十六进制就是 FF 就表示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十进制的255 是吧 后面两个都是0 是吧 00 是吧 那么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红色 是吧 后面两个是0嘛 那么这个就是 也是红色 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红的 是吧 同样的话 那么绿的话就是00FF00 是不是这样的 00FF00 这个是什么呢 是绿色吧 绿色一样的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绿的啊 一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十六进制的表示方法啊 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什么 后面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一种 这种表示方法啊 这种表示方法的话 那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通过什么 Photoshop来帮我们取色啊 Photoshop来取色 取的时候取的是这个什么 这个颜色值啊 那么真的一个颜色 我们不好用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 呃 又像红又像绿的一个颜色 我们叫它怎么颜色呢 我们不好用这个什么 单词来描述吧 那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 是吧 描述它的什么 精确颜色值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用精确颜色值来表示它的颜色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 这种方式就是用的比较多啊 好 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 呃 又有红又有绿 是吧 那么就是 这是不是又有红又有绿啊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颜色啊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黄色啊 是吧 红和绿合在一起就是黄色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大概是关于这个颜色的表示方法啊 颜色表示方法啊 好 那么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啊 这一种啊 这一种啊 后面的话大家 呃 用Photoshop的话来取色的话 就是取了这种颜色啊 那么直接表示一个颜色值啊 这个的话没什么 这是啊 困难的啊 没什么比较难的 主要是大家要理解这个三元色啊 三元色的话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应该是属于美术里面的一些知识吧 啊 三元色 那么三元色指的是三色光 大家记得啊 是三色光 光的话是不是越多 是不是越亮啊 大家记得啊 那么它相对是真色原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光越多 它是不是越亮啊 是吧 越亮啊 那么我们实际上还有一种什么颜色表示方法是什么呢 有一个什么 就是印刷里面的什么呢 呃 CMYK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个是指的是四色墨盒的那种颜色表示方法啊 它的话就是颜色加的话 越加的话是越暗 是不是这样的啊 越加越暗 它是呃 是什么 这个是颜色的什么油墨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种什么四色的CMYK 表表示方法是什么 指四种颜色的油墨啊 油墨往上加的话 是不是越加什么呢 越脏吧 大家感觉到 是吧 越脏是不是越暗啊 啊 越脏就越暗 是吧 它是简色 我们这个是光 光越加什么 越亮 有没有 大家大概有这个印象就行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颜色的一些知识啊 好 好 那么说到这里之后的话 那么基本上的话 这个常用的一些什么呢 使用平均最高的一些样式的话 我们就说到了啊 使用平均最高的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来看一下一个问题 是吧 看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做了这些例子 是吧 比如说我想给DIV 加什么呢 加这个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加样式啊 加样式之后 那么我这里写一个DIV 这个DIV 是不是都继承了这个样式啊 啊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独立的给样式 怎么给呢 好像给不了是吧 比如说我想给不同的DIV 不同的样式 好像不好做是吧 不好做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说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 什么呢 CSX的什么 选择器啊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选择器啊 CSX的选择器啊 刚刚我们一直在用的选择器 是指的什么选择器呢 然后我们一直在用什么 标签选择器吧 标签选择器啊 那么的话 标签选择器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的影响范围比较大吧 是吧 影响范围比较大啊 那么建议的话 那么建议的话 什么在层级选择器里面使用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选择器是怎么一回事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再来一个啊 这个是CSXX选择器啊 选择器 好 同样的我这里来一个DIV是吧 来一个还是来一个DIV啊 好 比如说 呃 这是 这是啊 第一个DIV啊 是吧 第一个DIV啊 然后的话 我们给它样式是吧 给它样式啊 那么这里给样式的时候 怎么给呢 比如说我这里放 是吧 我们最开始的话 是学到了什么呢 标签选择器吧 啊 那么用DIV来给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DIV给比如说 给它一个color是什么呢 来个什么 red啊 是吧 color color的话来个red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DIV是什么 它就是变成红的吧 是吧 变成红的啊 好 那么如果说 我再来一个DIV呢 是吧 再来一个DIV啊 比如说 这是第二个DIV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 第二个啊 第二个DIV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 第二个DIV怎么样 也变成红的吧 是这样的啊 假如我再来第三个 那么同样的 也是什么 也是 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会继承这个样式 是吧 这是第三个啊 好 这个是第三个 也会什么 继承这个 是吧 就是说 我凡是页面上的DIV 我都用这个样式 明白没有 是吧 这个选择器是怎么样 会选择到所有的DIV 是这样的啊 这个的话 是不是太粗放了 是吧 太粗放了嘛 是吧 我想做精确控制 行不行呢 是吧 那目前做不到啊 是吧 所以说 这种选择器怎么样 我们是 目前是做不到的 是吧 所以说 我们要什么 要使用什么 其他的选择器吧 用其他的选择器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 标签选择器啊 标签选择器里面 那么再说一下 还有一个最厉害的选择器 叫什么呢 这个星号啊 星号选择器啊 这个选择器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选择所有的标签 明白吗 这个星号是选择所有的标签啊 比如说 我这写着一个星号啊 这个的话 是选择所有的标签 比如说 拿一个color 好 好 这个来一个风的size吧 风的size 给它来一个20吧 20px 是吧 这是选择所有的标签的 好 drv里面看一下 它的字体是不是变大了 是吧 我刷新一下 这是不是变大了 是吧 同时假如说 我再写一个p标签啊 比如说这个p啊 好 这个的话 比如说 这是 这是一个p标签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p标签啊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也变成了20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也变成20啊 好 大家记得 那么这个的话 什么呢 这个是 什么 它选择所有的标签啊 给所有的标签 什么样呢 设置样式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影响面太大了 是吧 有点像什么 核武器吧 是吧 这是核武器啊 它可以影响到 页面上所有的标签啊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 是要慎用啊 一定要慎用啊 不要用啊 但是大家要知道 有这么多个选择器吧 知道要有这么个选择器啊 好 这个的话 是会影响所有的DIV 这个会影响所有的标签啊 好 那么像这种什么 标签选择器的话 我们一般什么呢 还是慎用啊 那么接着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选择器 是吧 其他选择器啊 好 那么其他选择器里面 有一个的话 来看一下 有一个选择器什么呢 是关于什么 ID选择器 是吧 ID选择器啊 这种的话是什么呢 是针对ID号来进行选择啊 针对ID号来进行选择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样 需要给标签 需要给标签ID号才行啊 ID号才行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ID选择器 好 那比如说这个DIV啊 这个DIV我给他一个ID号啊 比如说这个 给他一个ID号怎么给呢 那么直接写什么呢 ID是所有标签的属性 记得啊 所有标签里面都有这个属性 那么我们就给一个ID是吧 ID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是DIVE啊 我写这样一个名字是吧 这个名字是随便取的啊 名字是随便取的啊 比如说DIVE是吧 那么他是不是有个ID号啊 是吧 好 那么我单独给这个ID 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样式是吧 那么怎么给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这么写啊 写一个警号 然后是DIVE 这么写啊 这么写之后 这个就跟他观念起来了 明白没有 啊 这个就可以跟他关联了啊 好 这个就可以跟他关联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 假如我再写一个color啊 color color的话假如说 它默认的是什么red吧 是吧 那么我再写一个color 假如等于一个blue 是吧 这样一个颜色啊 好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颜色变成什么 好 这是第一个DIVE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颜色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变成blue了 变成blue了啊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是精确的什么 选择这个DIVE吧 好 那么这种选择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 首先是red 然后是变成blue了啊 这个实际上是 层叠样式表里面的一个特性 就是 下面的样式 是不是把上面样式给覆盖了 是吧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DIVE 它首先是什么 是会使用这个样式吧 接着又生命了一个样式 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就会用什么 下面的样式会覆盖上面的样式 最后什么 它显示的是什么 blue吧 没有没有啊 这就是层叠样式表里面一个特性 下面的样式会覆盖上面的样式 是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么的话第二个DIVE和第三个DIVE怎么样 它是不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继承这个啊 因为它没有ID号码 是吧 所以说这个只针对于它来起作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只针对于它来起作用 好 这是关于这个ID选择器啊 好 ID选择器的话 那么它怎么样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有一个特点 这是一个约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页面上怎么样 我们页面上的标签 只能什么 这个ID号是怎么样呢 是不重复的 明白没有 比如说这个DIVE 我给了它的ID等于DIVE 那么我在其他地方的话 就不能再写一个ID等于DIVE了啊 ID表示它也等于什么呢 DIVE啊 这样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这么写的 当然你可以这么写啊 我这么写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可能也有这个样式了 这是可以的 但是的话 不允许这么写 不允许这么写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不允许这么写 那么ID的话 就类似于什么呢 我们的身份证一样的 明白没有 身份证号是不允许重复的吧 这重复了就麻烦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重复绝对就麻烦了啊 那么我们的ID的话 在页面上也不允许重复 不允许重复啊 那么的话这样 最好不要这么写啊 那么不要这么写的话 不允许这么写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ID是不是怎么样 只能用到一个标签里面呢 是不是这样呢 只能用到一个标签里面 那么这么用的话 是不是有一点 省号资源呢 是吧 我写的一大堆样式结果 只能用在一个标签里面 是不是有点省号资源呢 所以说这种标 这种选择器的话 大家知道就行了 然后呢怎么样 最好是怎么 不怎么用啊 实际上我们开发中 基本上不用这个选择器 大家知道有这个选择器行呢 实际上开发中 我们基本上不用这个选择器 那么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的话 就是一些实际开发中 我们用的是什么 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选择器就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最常用的选择器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类选择器 是吧 类选择器就是最常用的 这个类选择器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可以用在多个 它有什么特性呢 就是说一个类 可以用在多个元素上面 那么同时的话怎么样 一个元素还可以用多个类 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灵活 可以用多个类 那么的话 它的应用非常灵活 可复用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是实际上词里面最常用的一种选择器 好 类选择器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我要用类选择器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元素要使用类选择器 那么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类选择器的话 我们可以先定义再用 先定义再来用 好 比如说我来定一个类选择器 假如我定一个什么呢 这个类选择器 假如说来一个 来一个green的这个类选择器 类选择器是怎么定义呢 它是前面加一个点 那么我们这个ID是警号吧 类选择器是什么 点 点什么呢 然后green 正定义了一个类选择器 然后的话 它里面写什么呢 color 是吧 color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它的颜色是什么 green 假如说的话 我再来定一个 再定一个类选择器 比如说拿一个 B个 这个类选择器 好 这个选择器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它的form size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 40px 好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定义了两个类选择器 好 那么这个类选择器 我可以怎么用到这个上面来呢 那么用的话就很简单啊 直接用到 用什么呢 用这个标签里面 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属性呢 就是class属性啊 class属性 class属性的话 比如说这个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 假如说拿一个 B个 是不是拿一个B个啊 好 拿个B个啊 好 拿个B个之后 那么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DIV 是吧 第一个DIV的话 我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变成了什么 40啊 是不是这样的 变成40啊 好 这是 是不是用上去了 是吧 这个 这个form size是不是用上去了 好 接着我们来用第二个 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这个标签 我也用一下 比如说class等于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再拿一个什么 green 是吧 green的话 那么这第二个DIV 是不是怎么样 这个 它是不是变成了 这个绿色啊 好 那么的话 我还想用 还想用这个 还想用这个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用呢 在后面什么呢 空个格 空个格之后 接着怎么办呢 再拿一个big 这么用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两个样式 同时用的 在上面来啊 用的在上面来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big和什么green吧 两个样式 都上去了 这是不是非常灵活啊 是吧 好 想说这个p表现 我就想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 假如我就想用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green 是吧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p表现 是不是green啊 就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用法 是不是很灵活啊 那么是不是这个green 是不是用在了 多个地方啊 是吧 这个big 也用在多个地方了吧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内选择器 内选择器 那么这个选择器的话是什么 我们呢 这个实际开发中 就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种选择器 我们定义一个地方之后 可以多处使用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 它怎么样 它就是什么 不会和跟id进行冲突吧 id我们一般不用啊 也不用这个选择器 那么一般id用在哪里呢 我们用在程序里面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 如果程序去抓取页面的元素的话 用id 就是说id的话 一般给它程序用 然后的话 这个class的话 我们用样式 明白没有 是这么用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选择器啊 内选择器的话 也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实际开发用的最多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三个 这三个选择器啊 好 那么我在这里 再写 再做一个东西啊 假如说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big是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也想用这两个类 是吧 想用这两个类啊 想用这两个类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big后面 再写一个green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div会不会变成绿色呢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里又有一个坑啊 有个坑留在这里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蓝色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好 这里有个坑啊 那么是为什么意思呢 那么因为我们怎么样 这个我用id定义了什么呢 这个blue吧 那么又用class定义了什么呢 这个green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相当于是两个 是不是同时作用在这个上面啊 好 最终哪个起作用呢 算为最小的内容啊 最终不是放我最小 就是最终是id起作用啊 id的这个权重要高于类 明白没有 id的它的重要性要高于它 是最终id起作用 明白没有 这个权重值后面会告诉来怎么算的啊 大家大概先记得这个意思啊 先是id的这个权重值是高于什么green 明白没有 高于这个什么呢 内选择器啊 好 这个意思 所以说它最终还是 还是什么呢 还是这个blue吧 好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内选择器啊 内选择器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什么 自由地运用这个样式了吧 自由运用这个样式了啊 好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实际开发中的这个样式啊 看一下这个淘宝啊 看一下啊 淘宝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样式 这个样式里面的写法啊 检查一下 然后的话啊 好 大家还要善于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Chrome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开发的工具啊 好 随便点一个地方点检查啊 点检查的话就会什么呢 我们看到它的圆码啊 看到圆码啊 圆码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右边是不是样式啊 右边样式啊 好把它点开啊 点下这个样式啊 点这个样式之后 然后这个样式是什么呢 它是一行 看到没有 是不是一行啊 一行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什么呢 这里面有个括号啊 这个括号啊 括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是什么 格式化啊 点一下这个括号啊 好 这个的话 这个样式就什么呢 就是什么 以很很很漂亮的格式显示吧 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写的这些样式 它里面写的这些样式 是不是都是类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都是类啊 啊 这是淘宝的网站啊 它写的样式是不是都是类啊 是吧 都是类啊 没有 没有ID选择器吧 啊 没有ID选择器啊 都是点是吧 啊 那么你问这个东西什么 这个里面又这个啊 这个是属于什么 成绩选择器啊 我们还没说啊 还没说啊 我说这个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实际开发中怎么样 这个类选择器是什么 用的最多了吧 啊 ID选择器是不怎么用的啊 但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什么 标签选择器吧 比如说这里面是H 是标签选择器啊 好 这个的话我们一会儿再讲到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选择器的这个用法啊 比如说这个ID选择器 以及什么呢 类选择器啊 好